从小他很懂事 就是怪我教育方法不对 什么事就由大人的意志来为转移 他也不多反抗 不过你也别把太多的罪责背在自己身上 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我不把他找回来 我无法面对孩子 我觉得你不要 你继续找可以 但第一不要太自责 不要觉得好像什么事都是在自己身上 因为他毕竟是个成年人 你不要把所有的错都揽到自己头上 还有第二找归找 要按照自己的经济条件来 你否则的话 人没找着你自己的家里更乱 在父亲何清中头中 21岁儿子的失踪 完全处于自己管教过严的责任 那么儿子何文华 到底是怎么离奇失踪的呢 从何文华寄宿的二姐家小区监控中 我们看到 2012年11月20日早上八点 何文华准备去二姐安排的酒店上班 从步伐上看 何文华表现比较平静 慢慢地从楼梯步行下楼后 走到小区通道 而走出小区监控范围之后 何文华就离奇地彻底消失在家人的视野之中 两年来 由于寻找何文华 何家人 激进家破人亡 为了帮助何清中寻找儿子 我们走访了当地公安局 虽然公安机关全力寻找 据因何文华消失后的相关身份信息 完全中断 寻找 陷入僵局 最后 我们联系了何文华的同学 朋友 以及工作的酒店 都没有获得有效的信索 我们将何文华的寻人启示 发布在《完美告白》的官方微博上 引起了广大网友和新闻媒体的关注 那么何清中苦苦寻找的人间蒸发的儿子何文华 能来到告白的舞台 与苦苦寻找的父亲相聚吗